美军战斧导弹 美军战斧导弹打击,俄罗斯对其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干扰,致使美军的多枚导弹的导航系统被干扰,打偏了目标,随后美国对此进行了法击,使用了电子诱骗,让叙利亚出现防空警报,导弹打击了一些不存在的目标,双方你来我往的在进行电子战较量,图为俄军MI-8MTP-R-1型直升机。 此次部署在叙利亚的是两架俄军MI-8MTP-R-1电子战专用直升机,它搭配的是最新型的RYCHNJV电子作战系统,其中集成了向控阵雷达和多波数射频存储的技术,让其具有非常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 MI-8MTP-R-1电子战专用直升机最大干扰能力可以达到100公里左右,所以在叙利亚的俄军两架电子战专用直升机在关键时刻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更美军进行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第一架MI-8MTP-R-1电子战专用直升机在2015年就开始装备部队了,被放在离乌克兰最近的俄南部军区,用来应对乌克兰的局势。 它因为采用的新技术,所以具有优异的性能,当然成本也很昂贵。 一架MI-8MTP-R-1电子战专用直升机价格可达1000万美元,图为MI-8值,升机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电子战飞机。 在最新的展览中,我国展出了搭配JH-1101H电子战系统的直升机,因为我国的电子战专用战机出现的相对较晚, 所以研发的时候,就考虑了最新的战术要求,据称,它的性能更加优异,甚至达到了国际最先进的水平。